什么?农历新年龙年快到了 2024年了 你还在用发文字的方式拜年吗? 既然迈入AI时代 我们当然要用点不一样的方式庆祝新年啦 今天的视频呢 我将会分享两种用AI的拜年方式 让你在亲戚群中脱颖而出 在客户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龙年一起发发发 好,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方式一,数字人拜年 先给你们看看成篇 龙腾盛世,锐气迎门 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 祝愿大家龙年大吉,万事如意 怎么样,还可以吧 有人可能会觉得 这和我自己录一个拜年视频有什么区别呢? 那数字人啊,最大的特点就是 你可以让他说任何的话 也就是你可以做定制化的拜年视频 什么意思呢? 比如你需要把这个视频发给自己的爷爷 那就可以祝他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但如果是把它发给客户 是不是就显得有点奇怪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文案改成 财源广进 这个视频呢,也会跟着改变 针对不同的对象都可以说不一样的话 甚至还可以叫他们的名字 比如李老板,小孙等等 而这些都不需要自己重新录制视频 AI就可以帮你一键完成 那到底该怎么做这类的视频呢? 一,购买并定制数字人形象 我这次用的是微软小兵家的数字人 我对比了市面上几款数字人以后呢 我感觉他们家是性价比最高的 在官网中选择数字人Tab 选择这个体验版 现在新春体验价只要399元 使用我的折扣码,大家还可以打9折哦 购买完成后会有一封指导你如何操作的邮件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录制一段视频 用于训练自己的数字人 这段视频呢,一般建议是5分钟左右 至于具体的拍摄要求 在这个文档中都会有说明 到时候啊,大家记得仔细看 录制完成后 把视频上传到我们的数字人后台 等待审核 如果是在工作时间内呢 基本上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审核 除此以外 为了让这个数字人可以更加逼真 让他用你的声音说话 我们还需要训练自己的声音模型 直接根据官方提供的文案朗读就可以了 完成后 将这个音频文件以邮件的形式 发给对应的客服人员 2.训练数字人 当你录制的视频及音频审核通过以后啊 机器就开始学习和模仿你了 完成后在后台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形象了 3.制作视频画面 我们在后台这里选择你的这个形象 然后进入到工作台 首先我们输入需要让这位数字人朗读的文本 那如果你想修改这段话的停顿 多音字等 也可以在这边调整 接下来在这里的模板Tab 挑选一个你喜欢的样式 这几个看起来都很喜气啊 非常适合新春拜年 嗯 我就选这个吧 好 确定文案和画面后呢 点击右上角提交任务 它就开始合成啦 等待几分钟就可以看到成片视频了 我们看一下效果 龙腾盛世锐气迎门 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 祝愿大家龙年大吉 万事如意 嗯 数字人的效果是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有两个缺点 一个是没有背景音乐 另一个是画面太过于静态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啊 我们使用看完 首先我们需要在刚才的后台 导出一个仅仅带有你说话的视频 不加任何模板或效果 然后我们去Canva上搜索新春拜年视频 就可以找到很多动态的模板 挑一个就好 在工作台里 我们把刚才生成的数字人形象加入进来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效果好很多 接下来再在Canva这里搜索新春 选择音讯Tab 找一个你喜欢的音乐 添加上去就好了 就这样我们完成了一个拜年视频 你可以发给任何你想发的人了 如果你想发给不同的人 想有不同的文案 我们就可以在刚才的工作台里 去修改文案多次生成 那关于数字人 还有非常多其他的应用场景 我在我的AI商业实战攻略课程里面呢 也非常详细的为大家逐一介绍了 这是一节免费试听课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去听一下 第二种方式卡通形象拜年 第一步用Meet Journey 生成你的卡通形象 今年怎么能少了用AI做一个超可爱的 你自己的卡通形象呢 那如果是有孩子的家长 我也非常推荐给你的孩子 去定制一个自己的卡通形象 那这个过程非常简单 首先呢大家挑选一张正脸的照片 我们打开Discord 我们直接把选中的这张照片啊 拖入自己的轨道 对直接拖入就好 不需要做任何别的操作 然后复制这张图片的链接 接下来斜杠Imagine 换起Meet Journey 把刚才我们发送的那张图片链接复制进去 输入一段Prompt 这是我已经调试过的Prompt 大家可以直接用 我们看一下效果 怎么样有满意的吗 如果没有呢可以再次生成 我觉得这张蛮可爱的就它了 对了这里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选图的小技巧 我建议啊大家最好是选择闭嘴的照片 像这样这种叠嘴笑的图片啊 后视的步骤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第二步生成会说话的视频 今天我想给大家对比制作这类视频 非常著名的两款软件 DID和Hedron 我们先用DID 打开官网 创建一个视频 在这个编辑界面 把刚才我们用Mid Journey生成的图片上传上去 在右边输入祝福的文案 下面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声音 你也可以选择录一段自己的声音 点击上传 然后点击生成视频 再打开黑枕 首页选择Photo Avatar 上传刚才的图片 在生成前大家可以点击Edit 修改一下这些配置 比如图片改为原始的尺寸 然后选择一个中国人的声音 保存为一个新的形象 然后使用刚才的形象制作视频 修改需要朗读的文案 右上角提交即可 让我们对比一下两款软件 你觉得哪个制作的效果更好呢 最后我们对比一下价格 首先这两款软件都有免费的适用额度 DID是你一注册就会给你20个credits 每生成15秒的视频会花费你一个credits 而Hedron是免费给你两个credits 每生成一个视频是0.5credits 这是两个产品的价格表 最后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个视频 今天我们介绍了两种半年视频的制作方式 真人数字人和卡通数字人 首先这是真人数字人的形象定制流程 完成定制以后在后台输入文案 然后用模板生成 或者去看外里面直接制作成片都可以 几乎一分钟就可以做一个视频 费用是399元 使用折扣码以后是359元 你一共可以生成30分钟的视频 接下来是卡通数字人 我这次对比了两款软件 DID和Hedron 但我们制作卡通数字人还是有一些缺点 第一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嘴型没有那么贴合 整个人还是比较僵硬的 基本上只有头部在动 下半身是完全没有任何变化 而真人数字人它是整个形象都会进行移动 第二如果制作卡通数字人 你必须要使用他们官方的声音 暂时没有自己的声音 所以你个人的属性会变弱一些 第三有时候卡通形象显得可能没有那么正式 如果说你想要把这个半年视频发给客户 就显得不是那么合适 我觉得就亲戚之间拿来娱乐一下 还是比较好玩的 好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了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就赶紧去做一个你自己的新年半年视频吧 用AI技术去惊艳身边的亲戚和客户 说不定还能开拓一项手艺 趁这个心你啊 为别人定制一些形象 装一些小外块 如果你是纯小白想要了解更多的AI使用技巧 想要知道更多用AI赚钱的方式 那你就千万不要错过最新上线的AI商业实战攻略 在这个课程里呢 我会分享所有AI相关的理论及时操知识 包括很多市面上没有人分析过的 实用赚钱项目 我都会手把手的带你复课 感兴趣的话呢 直接点击视频下方说明栏里面的链接就可以查看视频 还有三节免费试听课 千万不要错过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关注并开启小铃铛哦 这将鼓励我制作更多优质的视频 我是莫子 带你一起用AI改变生活 赚被动收入